一名身穿绿色制服 卡其色长裤的翟佩元 双膝着地 整个身体弯成90度 双手向前 整颗头磕在地上 疑似向前方男子下跪 一旁还有警察在场处理 根据警方了解 原来这名翟佩元 还是大一学生 20岁就半工半读 当天因为送货件数多 到货晚了两个小时 收货人拒签收 翟佩元才会怒摔安全帽 还呛收货人 你是欠打 气得屋主太太 狠踹翟佩元一脚 并扬言搜证提告 翟佩元才会道歉痛哭 收货人的女儿 也在网路po文还原情况 原来母亲身体不适 才会赶紧寄要给她 但翟佩元迟到还呛双亲 为何你们要优先 你们又不是总统 还说我每家都迟到 更呛母亲不雅自演 po文还表示 事情爆发之后 门外已经有人聚集 让人有些担心 同时也有民众爆料表示 事发之后 公司高层要翟佩元自己吞 连派出所所长 都要翟佩元自己 吞下去 对此翟佩中心 也赶紧出面说明 表示目前已经协助 人员处理当中 还请爆料网站协助伤闻 翟佩元跪地痛哭 照片一出 各界热议 正反意见都有 究竟案情如何 派出所13号上午 也将会开记者会说明 记者曹卫生 彰化报导 留着 您好 好